大家好 全世界使用中文的朋友们给您请安了 这个 现在是2021的0306 周六的下午的14点23分 这个给大家分享一段文字啊 从黄永玉先生啊 一个著名的也是宝经风霜宝经磨难的啊 跌宕起伏的好事多磨的 这个但是丸景还是不错的老画家啊 黄永玉先生那里第一次知道了 沈从文的弟弟叫沈全的遭记 沈全啊 就是曾国藩有个弟弟不叫曾国权吗 就那个权 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权啊 黄永玉和沈从文好像他们都是湖南 湘西凤凰县的人啊 作为一个国民党的少将 1949年参加了湘西凤凰县的和平起义 他起义了 那是自己人了 对吧 最起码他不是敌人了 但在1951年 却又被误杀 这个不是误杀啊 误杀是说的好听 这是有计划的杀 这叫震反 镇压反革命 运动啊 1983年终于平反 过了32年 还有什么意义啊 人没了 给枪毙了 对吧 黄永玉听人讲过沈全 被杀的情景 在他看来 那无疑是异曲 悲壮的绝唱 沈全 把军坛 铺好 跪下 对着枪口 他用手指着前额 说 对着这打 对着这打 啊 没想到你们会这样 谁让你对他抱有幻想的呢 没想到 很多人都没想到 南渡北归那本书 还有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 是吧 这个 08年我在旺京我们的小区 北京朝阳区旺京 搞业主维权的时候 有一个刘大爷 他俩闺女一儿子 他儿子在这个 中央交响乐团 现在叫中国吧 就在和平街吗 他住我们小区那刘大爷 他说他们家的一个亲属 原来是国民政府时期的 哈尔滨市的一个区的区长 当年共产党 快来的时候 人家说 你赶紧跑 要不然你会没命的 他们家的亲属说了 没事 我没干过亏心事 我手里没有血债 结果跑的人跑到台湾 留一条活命 共产党来了没多长时间 就给枪毙了 大概也就是这次 震反运动 震反之前 已经杀了很多人了 震反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资料 大概全中国 在中国大陆上 大概 杀了77万人 多 77万人 还有多 也许更多 其实呢 毛泽东 因为当时这个国外啊 不叫不叫国外吧 叫海外 或者是大陆以外 当时 50年51年 这个国民党啊 蒋介石 国民革命军 还占领着比如说浙江的 好像有盛四列岛吧 舟山群岛 大陈岛 一江山岛 还有福建沿海的 马祖金门 还有台湾 好像有一段时间 还有海南岛 所以他生怕 国军啊 尤其是国军在美国军队的支持下 在反攻回来 所以他要杀掉这些人在中国大陆的社会基础 即便你参加了所谓的和平起义 照杀不误 但是保留了一些 标杆性的指标性的 代表性的人物 一些大人物 他留着 给一些高官后路 到什么国防委员会呀 到国家副主席呀 到军委呀 甚至军队呀 啊 你比如说有两个上将 1955年好像解放军 受闲了55个上将 有两个是国军 都是军长 一般来说军长 顶多到中将啊 一个是 陈明仁啊 湖南的 跟着城前投降共产党的 还回来的李宗仁呀 是吧 给他派人 实际上这些人都被 看起来了 说的难听点 就要监督监视起来了 你的一挤鱼洞 一挤鱼洞啊 说话吗 你说错一句话试试 还有一些一开始跟共产党走的近的人 后来在很多运动当中就分道扬镳了 比如说那些大油派 罗隆基 张伯军 楚安平 对吧 有的人不也就是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了吗 你像 楚安平吧 是吧 像张伯军 张伯军后来都是 让那个谁 叫什么名的 冯奇代 监视他呀 表面是他的朋友 到他们家每次回来都写报告 应该是给统战部吧 或者是给安全部门写报告 你看那个沈全死后 无亲人前来收尸 是没人了还是不敢呢 应该是不敢 最后由一位当过他的勤务兵的屠夫 啊 一个杀猪的 但是当过他勤务兵的 用木板草草的盯了一个棺木 将沈全埋下 如今 这位勤务兵已死 无人知道 沈全的坟墓位于何处 这人都 永远消失了 你想祭典一下都没有地方 是吧 这也让我想起一句话叫什么 说是 仗义 就是薄情多是读书郎 仗义 半是屠狗辈 是吧 这薄情寡义的很多是读书的 啊 越读书人越坏啊 学坏 他不学好 这就叫什么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吧 啊 说是这个但是仗义的有一半都是杀狗的 也包括杀猪的 越是老百姓越草根 倒是有的人 倒是仗义 当然了 坏的也不少 然后沈全的女儿叫沈朝会 朝阳的朝啊 或者叫招啊 朝阳 智慧的会 独自一人走出凤凰 应该就逃的吧 前往北京 住在二白 二白就是二伯吧 二伯父 沈从文家里 沈从文一家 以一片不大的绿荫 这个庇护弟弟的女儿 一直将他抚养成人 所以这个人呀 在重大的历史的大潮流大趋势 的面前 一定要 审时 独市 审时独市 要做出正确的选择 是吧 哪怕有困难 千万别抱有幻想 真的